彰化县政府体恤并减轻民众租税负担 未来三年内房屋税不调涨 清税立民实现居住正义 彰化县将是全国唯一不调涨房屋税的县市 同时也是全国房屋税最低的县市 未来106年107年108年3年 彰化县的房屋税决定不调涨 所以我们房屋税是全国台湾本岛最低的 仅次与清门县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彰化县所有的县民 都能够买得起房子住得起房子 而且我们也要刺激房地产交易的热络 也可以因为这样子促进我们经济的繁荣 虽然说房屋税是我们重要的财政的收入 但是我们认为说让大家能够居住正义 安居乐活是我们最主要实证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因规定各县市应在每三年召开的 不动产平价委员会调整房屋标准单价 虽然多数县市已相继调涨房屋税最高甚至达3.3倍 但彰化县政府让民众负担合宜的税负 借此活络房地产交易 增加彰化县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创造政府民众双赢 公益频道许为珍 彰化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